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家的方法被推为中国家序人籍 一部应可中国人续脉传承的奇书 一位文化学者 欢迎收看白家讲坛系列节目 写文中解留白家系第二部 今天播出第二十二集 江同言 江是非常有趣的姓氏 江信 我们首先要注意 江信啊 我们今天读江 只有这一个音 但是古代还有两个音 一个读江 这个音不奇怪 今天在南方很多方言当中还读江 不读江的 比如长江 我老家的五语方言去念长杠 还是杠 江和 我们念杠武 不会混的 还有一个音很少 念红 彩虹的红 这个红音 所以江在古代有三个音 江 红 杠 当然今天咱们不分了 江信 它的起源 很有意思 第一个起源 出自银信 是大禹的贤城 博弈的后代 这咱们在姓氏文化史上 博弈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它的后代衍生出很多姓氏 博弈的后代 大约在商朝晚期 或者西周的初期 受封 成立了一个国家 江国 那么这个呢 当然在古代这个音不读江 可能读江 对吧 成立了这样一个国 春秋时期最终被楚国灭掉 江国灭亡以后 他的子孙流落各地 以国为氏 那么就延伸出很多姓氏 比如江氏 比如红氏 红毛的红 比如穷氏 穷氏 穷来的穷 一个公 一个耳朵旁 比如 韩氏 这是一个干 一个耳朵旁 韩江的韩 封出好多姓氏 这一支的江氏 称为正宗 起源二 源于姬姓 姬姓这支僵尸啊 后来很发达 但是 起源很晚 晚到什么地步啊 晚到宋朝时期 宋朝在中国 姓氏文化史上 到现在才一千多年啊 那真是小弟弟了 宋朝时期 有一位福建泉州人 叫温干度 有这么一位人 这个人的年代非常清楚 公元八百九十八年 到九百五十一年 他那个时候啊 是唐朝 生在唐朝 死在南汉 因为那个时候 有个格局小国是南汉 但是整个相当于咱们 大宋朝的一个时代嘛 他是去世在九百五十一年 官拜五代十国当中的闽月国 官拜五瘸郎中 不是很大的官 在闽月国 他生有六个儿子 闽月国将灭亡的时候 为了避战乱 他就带着一家人 躲到了福建蒲田 就今天福建蒲田 而且在哪里都知道 足销庄 连哪个庄都知道 躲在那里 他也很有意思 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他就给自己六个儿子啊 每人给了一个姓 大儿子姓洪 二儿子姓翁 他自己姓翁 三儿子姓姜 四儿子姓方 五儿子姓公 六儿子姓汪 他的里边的一只 僵士 后来非常的发达 这六个儿子 后来在送出的 三次科举稿中 先后进士基地 这不得了的 叫六贵连方 六支贵花都折贵了 这不得了的 所以这一只的姓氏很发达 温姓 在古代来源于姓姓 所以这一只姓 其实来源于瘟 所以他叫姓姓姓 姓姓 对不对 和银姓姓姓 不合谱 没有血缘关系 启元三 源于子姓 也很有意思 也是改过来 唐朝末期有一个宰相 叫萧购 萧购 是唐朝中晚期宰相 萧银之子 蒙帝很显赫 他自己也是宰相 黄朝起义军攻击 徽州的时候 攻击这个安徽 徽州的时候 萧购 竭令 与杰渡使拼命抵抗 所以后来 还被封为相助国 杰渡使等等 唐末战乱不止 萧购的第二个儿子萧真 就从安徽 徽州新安渡江 到了舍县 就是出舍宴的那个地方 到那个地方躲起来了 为了纪念此次避难 因为渡江嘛 渡过新安江嘛 所以改姓江世 在家谱当中 记载萧江世 那么这纸萧江世 是非常厉害的 因为祖上出了好几个宰相 喜元寺 还有非常有意思的情况 福建 连城 这一带 有江世的族族 我们在这个族族里看到 说那一带当时有一个人 叫卢冶毅 这个人 这个人在唐宣宗时候是晋世 当过建州的赤士 他老家在江西建藏 到闽南来当官的时候 他到闽南来当官的时候 要渡过很多江 他不要渡江嘛 每次渡江 为了祈求平安 就把自己改姓改成江了 这很有意思的人 那么这一只 也是姓江 所以这一只后来变为闽西江姓大族 就福建江姓大族 但是福建的江姓应该姓鲁武 也是改过来的 齐元武源于蒙古族 蒙古族 比如江吉市 有个蒙古姓叫江吉市 他是一直居住在吉林延吉这一带 后来呢 满族也用过这个姓 满门两个民族的江吉市 都地属于正南起 那么这一只后来改姓 改为江姓 还有源于藏族 清朝时期非常有名的四川民政土司 四川因为有藏区嘛 那里有个土司名字叫霞木平 霞木平的父亲叫奸战大杰 氏族姓叫奸战 后来改姓江 秦汉时期江人主要活动在河南 山东湖北 后来向各地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 江姓向江东移民 定居于今天浙江绍兴 这一时期是江姓发展历史上的转折点 因为就此江姓成了典型的南方大姓 他后来在南方很厉害 唐宋时期江姓进入了干 浙 明 等广大地区 明朝江姓已经有人在台湾出现 也是比较早的 当代江姓在全国的分布 和大家想象的可能不太一样 排在前两位的是广西和广东 后面的两位跟大家想象的一样 第三位是江姓 第四位是安徽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在这里就想给大家介绍一家 和江姓有关的思念 非常有名 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 请问中计读百家讲坛系列江同言 说起江姓的名人 我先给大家猜个谜 这个谜的谜面呢 是唐代诗人李白的两句诗 三山半落青天外 二水中分白鹿州 咱们这打一个书院的名字 大家猜出来了吗 咱们这个谜底啊 就是江西四大书院第一的白鹿州书院 这个白鹿州书院跟江姓有什么联系呢 那么咱们请陈文忠老师给大家讲讲吧 在中国历史上江姓名人辈出 我呢就不给大家一一介绍 在这里啊 就想给大家介绍一家和江姓有关的书院 我们知道江西省吉安市内 干江姓白鹿州上有一家书院 非常有名白鹿州书院 这在历史上很有名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他是谁建的 他是南宋吉州之君江万里 在南宋存佑年间 主要是存佑元年 也就是公元的1241年创建 他和庐山的白鹿洞书院 千山的鹅湖书院 南昌的渝章书院齐名 成为古代江西四大书院 江西的书院包括白鹿州在内 这四大书院跨越千年 在中国历史上啊 举足轻重 根据文献的记载 白鹿州之所以得名 是因为唐代的诗人李白 有过这么一句诗 山山半落青天外 二水中封白鹿州 所以得名为白鹿州 白鹿州来源于李白的诗句 后来就被江万里用作书院的名字 江万里本人是位造诣很深的学者 自幼生长在理学非常兴盛的时代 他到吉州当官的时候 正好是朝廷大力提倡理学 所以他就把白鹿州书院立为 弘扬理学的一个重要的基地 这个书院办得很成功 江万里离任以后 他回来调走了 也对白鹿州书院非常的关心 白鹿州培养了大量的人才 可能大家不太知道 文天祥就是白鹿州书院培养出来的 我想一个书院哪怕就培养出一个文天祥 他也足够了吧 何况他还培养出邓光剑 刘成温 都是这个书院出来的 这个书院到最后 实在太厉害了 到了保佑四年 也就是公元的一二五六年 金榜六百零一名进士 四十四名是吉州的 这还了得啊 几乎都是白鹿州书院培养出来的 几乎占当时全国进士登科人数的十分之一啊 这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教育体制 而在那一年保佑四年 一二五六年 独占凹头的是谁啊 文天祥 古代讲究天人合一啊 文天祥 这名字多啊 所以宋李宗非常高兴 此天之祥乃宋之锐也 天上的吉祥 宋朝的祥锐啊 对不对 李宗一高兴 清笔刺提五个字 白鹿州书院 是因为他发现 今年娶到文天祥了 后来文天祥 果然不复 宋朝吧 文天祥没有对不起宋朝吧 所以这是一段佳话 大家要知道 就白鹿州书院 但是我们更不应该忘的是他的创始人 江万里 不应该忘了这位教育家 江市 在今天的姓氏排行榜上 排在第五十二位 那当然是大姓了 人口五百五十三万八千多人 占全国总人口的千分之三点四 哦这个不少了 一千个人里边 能撞到三个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在汉朝的时候 同姓 非常地人 我给大家 取三个 同姓的名人 都在汉朝 请问如解读百家姓之 江同言 我不姓同 可是呢 我有两个朋友姓同 我们关系很好 可是呢 有件麻烦事儿 他们两个 一个说自己这个姓 应该念同 另一个呢 说自己这个姓 应该念中 每次聚会的时候 我都很纠结 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他们 所以请前文中教授 帮我们解释一下 接的姓是同姓 儿童的同 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同姓有两种读音 一个读同 一个读中 前文中的中的这个音 后面这个音现在没人念了 大家都读同了 但是在古代是不一样的 但是在古代是不一样的 从它的原流就可以看出 原流一 源于姬姓 是皇帝之孙 专虚之子 也就是皇帝的真孙 皇帝的真孙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吗 这名字太搞笑了 老童 你到底是老啊 你还是童 他叫老童 那么 老童的名字也叫卷章 老童 老童天生有一副好嗓子 所以他说话或者唱歌的时候 非常的激昂 声音非常好 老童大家都忘了 但老童的后代不得了 老童的后代谁呢 崇离 无回 路中 祝荣 彭竹 他后代很厉害 他这个老童 在老童的后世子孙当中 有姓童的 这当然非常古老的姓氏 这一只念童 啊 元六二 源于封信 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 旭童 旭童啊 在晋力公执政的时候 旭童是晋力公的心腹大臣 亲手改写的历史 旭童后来卷进这个晋国的政争 为了避杀生之祸 逃掉了 逃的过程当中 把他后代啊 就不姓旭了 啊 也不姓风了 姓童 喜元三 源于地名 是春秋时期晋国 他有个地方叫夫同义 底下有个地方叫夫同义 夫同 还有一个名字叫夫中 在今天山东省济宁寺问上境内 啊 那么这个成果也是畸性 对吧 那这一只后来被灭掉以后 我就信夫同义里边 取了一个同义 但是这一只念中 就古人清楚了 过去我姓中 写出来一看 也是同 但是我跟前面的同不是一只 我是成国 夫同义那个地方的后代 但今天都念同了 喜元四 源于职业 这个说起来咱们姓童的朋友千万不要不高兴 童史是官吏犯罪以后被判为官换人家的奴仆 以及这些奴仆的后代 叫童 叫童史 包括 他们的眷属也有这样的 在童史的后一子孙当中 后来就有姓童的 当然这一只来源太繁复了 你就分不清了太多了 玄武源于董事 哎呀 这个里边就太厉害了 这来源于谁呢 来源于董卓 董卓有一支家谱上记载 说五族本姓董 汉董忠颖将军 那不是董卓吗 一与弊所害 后夷未必杀灭 戏草一粒而为同事 有一支姓童的家谱上是这样记载的 董卓的后代 后来大家都要杀董卓的后代 董卓因为太残暴了嘛 他们就把这个给去了 去了以后底下是这么一个字嘛 是一个重嘛 但是他改成了同 喜元六 源于蒙古族 蒙古族里边有同性 而这个同性 来历不得了 是蒙古韩国的开国元勋 穆华黎的后代 穆华黎当然厉害了 陈吉思汗身边非常重要的战将 穆华黎有个儿子 那个儿子叫安童 是元朝的开国元勋 安童的后裔子孙当中就姓童了 啊 这一支蒙古族 还有一支是蒙古族的酌克士 后来也改姓童了 启元七 源于回族 回族同时啊 源于古代西域 那么在古代西域有一个人叫保童 他的后代变成两支 姓保姓童 这是回族朋友啊 另外呢我们知道兄弟民族当中啊 苗族 土家族 洞族 歹族 离族 藏族 台湾土族 都有信 同是早期活跃于渤海地区 也就是今天山东省北部一带 后来逐渐向南搬迁 到了宋元之际 同已经是南方的一个著名姓氏 但是北方流了一支 成为旺族 这一支在哪里呢 在燕门郡 燕门郡在哪里啊 今天山西省代险 燕门关嘛 在那里 这个 我们可以了解到到这里 但是此外 同性的迁徙路见啊 不清楚了 我们查不到更多的资料 同好像在大家印象当中 不是大姓 确实也称不上大姓 但是在汉朝的时候 同性非常的荣耀 我给大家举三个同性的名人 都在汉朝 就在汉朝举三个 同辉 自汉中 东汉狼牙人 早年当官 当下等官 不高的 奋公连捷 为人称道 司徒那有个大官 叫杨次 对他十分欣赏 对他十分欣赏 就把同辉招到自己身边 当个官 后来 杨次 官场遭难 追随者啊 纷纷走避 那躲都来不及嘛 只有同辉 有忠心 一直跟着他 并且为他表白 一直到杨次 免罪祸事 所以同辉一下就有名了 忠贞不二嘛 对吧 推荐他担任了县令 那么他管理的非常非常好 地方非常的安定 使得这个县里面的这个牢狱啊 几年啊 没人可惯 就没人惯了 莫尔是这个夜不庇护 路不时宜 而且啊都非常好 结果引发了一次移民潮 别的地方的人啊 纷纷迁到他管的县里面了 那这个古代人口多 是一个巨大的力量 纷纷往这里迁 后来又被升为 丹阳郡太守 这个丹阳是指安徽宣称 那么不得了 又这样 又治理的非常好 又引发一次移民潮 大家也不远千里 带着人都跑到他这个县里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官员 后来死于任上 那么老百姓为了纪念他 给他建的祠堂 就叫童公祠 将他的衣冠 葬在当地 老百姓非常的崇敬他 比如童毅 也是汉代时候的人 这个人品德高尚 他人还活着的时候 老百姓就为他束杯力转 这个极其少见了 童中玉 汉朝时候 山东省诸城人 就是狼牙人 跟刚才我们讲的童辉 大概是亲戚 是一个地方的 行善做好事 被称为大好人 大好人这个称呼 最早就是姓童的 今天我认证是大好人 你以为这是一个临时造出来的词 你以为是大大地好人吗 不是 大好人是有点的 大好人是个固定用法 就是给童中玉的 他曾经把全部家产拿出来 长期抚恤灾民 救活了很多人 这三个汉代的局局 就可以了 基本都是山东狼牙这一代 同时原流也很多 我们前面也讲过 也有很多民族 当中都有同性 在今天大陆的姓氏排行榜上 排在第158位 在台湾排在第97位 在台湾排得很靠前 人口大概102万1000多 占全国人口的万分之6.4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锅 成锅的锅 他说我是锅子一的后代 你说你眼睛怎么蓝的 梅 梅花的梅 梅性的你是啥 人才卑橙 请问如解读百家庭之 郭梅 说起颜姓的历史名人 那可太多了 比如说孔子的得意弟子 背后是称为附胜的颜回 还有著有颜氏家训的颜之推 唐代著名的书法大家颜真卿 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名人 所以我想特别了解一下 颜这个姓氏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还有为什么颜姓会出现这么多的历史名人呢 颜姓 颜色的颜 颜姓的来源非常多 颜柳一源于姬姓 来源于古诸国 山东腾州这一代的非常重要的名字 他的国君曹怡父 曹怡父的字 柏爷 所以后代就以先祖的字为氏 这一支是颜氏正宗 颜柳二也是源于姬姓 但是出自春秋时期 颜国颜义 有个地方就叫颜 在颜国 周公代是颜国的国君被封为 他在朝廷任职脱不开胜 所以派他的长子谁啊很有名啊 柏秦 到颜国赋任 柏秦就把他的子孙当中的一支封在颜义 那么这一支后来称颜氏 还有一支 源于女真主 荆国时期女真的完颜部 完颜部是女真最古老的部落之一 完颜氏 很多用汉姓 颜氏 汪氏 王氏 燕氏 张氏 丸氏 赵氏 故氏 吟氏 魁氏 就完颜分出那么多些 完颜的后代 第四个元柳 源于七单主 辽国末期有一个将军 耶律圣司 耶律圣司 他的后代当中 有改姓阳 这个我们查得非常清楚 元柳五 源于满族 满族当中 起码有六个到七个姓氏 后来改姓阳 比如 岩珠氏 松岩氏 舍岩氏 舍岩氏 舍岩在南语当中是洁白的意思 比如 岩济氏 比如 岩渣氏 你看 满族的姓当中 岩这个字的音特别多 大概有六到七个姓氏 后来都改姓了岩 起源六 源于西伯族 西伯族里边也有 源于其他兄弟民族 像今天的台湾的高山族 某难族 白族 等等兄弟民族当中 都有信念 在先秦时期 岩信主要活动在山东地区 汉晋时期 西边向河北 南边向江苏迁夕 到了东晋永家年间 越过长江 进入今天南京一带 不久 安徽浙江 都有岩信出现 到了唐宋 四川 江南 散布岩信 五代的时候 岩信已经到达福建 到明朝天启年间 还比较明确了 岩信已经进入台湾 岩信 当代岩信 在全国的分布 主要集中在第一大省湖南 这跟大家想象也不太一样 第二大省广西 第三大省湖北 这三个省占了岩信的33% 湖南占了岩信总人口的12% 是岩信的第一大省 岩信不是超级大省 但是人才之丰美 令人赞叹 这个姓很有意思 最有名的 岩徽 这是孔子称他 不迁路 不逆过或者不二过 这个字随便他怎么念了 对吧 这个是三十二岁英年早世 岩徽叫福圣 孔夫子是圣人 孟子是雅圣 他是福圣 也是圣人 炎炎之 自炎年 南宋的文学家 这个人好读书 居肉食 受孤品 小的时候就穷得不得了 而且是孤儿 住在破房子里好读书 无所不来 文章写得很漂亮 冠绝当时 当时叫炎蝎 蝎是谁啊 蝎林韵 蝎林韵还排在他后面 但是现在大家都记住了蝎林韵 把炎炎之给忘了 这是非常有名的人 炎之推 狼牙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 写了一本书极有名 炎世家训 那现在还在不断的出版 而经常有版本 炎世家训那则书边去看 阐述立生自家的方法 被推为中国家训的笔主 中国好多家都有家训了 你都得推炎世家训 炎真卿 大书法家 但是大家对他一生的周遇知道吗 我发现很有事 大家都知道炎真卿 这我们对现在中国的传统的一些东西啊 都是这样 好像一知道知道知道 再一问 不知道了 你看炎真卿就是 唐代的大书法家 这大家知道 开元年间近史 一直当到监察御史 后来因为顶撞杨国忠 杨国忠 大家知道了 姓杨的厉害得很 被贬官 他预料安禄山必返 他是很早判断 安禄山要造反 所以呢很早做准备 很早就做准备了 天保十四年 也就是公元七百五十五年 安禄山果然造反 他就和他的丛兄 丛兄今天不用了 其实就是苏白哥哥 唐哥 叫炎果青 一共起兵 抗击安禄山 所以他不仅是个文人 啊 周围十七郡响应 乱平以后 安史自乱平了以后 他还是进京为官的 但是呢 年遭残言 就老有人进残 大家看 看他不顺眼 所以一再被贬 后来官当到刑部上书 后来又当大了 封鲁郡公 所以称颜儒公 对不对 大家都称颜儒公 术宗代宗时代 他仍很很政治 数次仗义之言 为大臣所不喜 德宗时候 李希列 自称天下都元帅 攻陷鲁州 颜曾卿受命前往劝谊 因为颜曾卿名声很小嘛 就叫他去劝 那么辞结不屈 就不屈服 坚持劝愈 被李希列杀害 所以颜曾卿是被杀掉的 被一个叛将杀掉 中年76岁 当然对他的书法成就 掩体 我们不必再讲了 按照中国的正宗 学书法要掩体入手的 因为很有骨骼 很有骨骼 这跟他的无力人是一致的 当然 字和人并不一定一致 有些人你看着很讨厌 蔡金 字好得很 赵孟虎 没骨头 字漂亮得很 不一定的 但是从颜鲁公的身上 他证明了 有的时候字和人是一致的 所以你不了解颜正卿的经历 你就不会欣赏颜体制的风骨 颜市在当今的姓氏排行榜上 排在第112位 人口大概209万 在全国人口的千分之一 就多一点点 在一一的那个卡头 多一点点 另外有一种说法 说当代颜姓的人口啊 已经到了170万 也是排在全国112位 这个就很奇怪了 因为这边是209万3千 排在第112位 这边只有170万 差了整整40万 也排在112位 这就非常奇怪 好在我再三跟大家强调 这样的数字 只能供大家参考而已 今天的百家信 就为大家讲到总 谢谢大家